你知道在国外捡到一只兔子的概率有多高吗 这名男子仅仅是在家里修剪草坪 就被一群小兔子问好了 呆萌可爱的小家伙齐齐跑到男子面前 见到这种景象 即便是个大男人也被蒙翻了 他到地上小心地和他们打招呼 场面非常有爱 而在这边 男人发现草地上的一样 掀开后 一位呆萌可爱的小兔子正眼巴巴地瞅着他 眼前的景象让人忍俊不羁 不知道啥时候几 这群小兔子竟在自家庭院坐卧 以后呢 这群小兔子的日子可有盼头了 呆萌可爱的兔子让人无法拒绝 下面这位老奶奶也捡到一只兔子 喂养在身边三年时间 任由邻居说辞 他都不肯将兔子吃掉 对于他来说 兔子已经超越了宠物的身份 成为了他的家人 孙女回家看到也是愣住了 怎么会有毛这么长的兔子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 老奶奶捡到的是一只安哥拉长毛兔 这种兔子不仅数量稀少 毛发也是特别珍贵 但最昂贵的还是其观赏意义 能够遇到这么名贵的宠物 说起来 也是老奶奶和这只小兔子之间的缘分了